道场大众用餐本有固定的时段 请问,如果在非用餐时间 有新来的同修 或者有个别的情况 希望在道场用餐 而道场本身也有多余的餐点可以提供 请问道场是否可以方便共餐同修 或应坚持非用餐时间 不提供用餐活的做法 这个事情是个慈悲心的事情 老祖宗讲 心有不得返求着急 佛常常教我们 血身处地替对方想 问题解决了 如果 我今天 是一个新来的 新到道场来参许的同学 到这个地方你们吃饭吃过了 我没吃饭 我希望是怎样的 希望道场 找他的规定 还是希望道场能方便 给我一个饭喝 你从这里想 问题解决了 所以处处为别人想 天下就和母相处 什么问题得解决 所以处处坚持自己的原则 是不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 但是佛每一条界都有开源 不是四半的 这是佛陀令我们尊敬的地方 连啥道淫妄 都有开源 如果说是死在戒条里面 一定要这么做 决定没有开源 这是饭戒 不是吃戒 戒律是 应当开的时候开 不开就饭戒 应当吃的时候吃 你要是开了就饭戒 这是智慧 但是现在问题是 现在大家没有学过戒 也没有人讲戒 根本就不懂 这个就像迷惑颠倒 迷惑颠倒 做错的事情就太多了 造作的罪业 统统有果报 不能说是 我不知道 我就没有罪 这是讲不通的 不知道罪亲 知道的时候 明知故犯 罪重 统统都有罪 如果以慈悲心的 这个人 干过的时候 我愿意供养他 我愿意代他受罪 这个人就是菩萨 佛菩萨 也尊敬他 为什么呢 我宁愿受处准 我宁愿受处分 我也要帮助他 所以这个佛家讲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我为什么下地狱呢 我原来要帮助众生 救苦救难 我宁愿下地狱 这是第三菩萨 不是普通人的 所以这个道理要懂 如果我今天是道场的这个管理 管这个事情的人 我会全心全力照顾人 为什么呢 既然照顾人饮食 这个茶水 我就要做得很周到 能有慈悲心呢 对道场来讲呢 是天赋 这个道场里面 好的风气传出去之后 别人对你道场尊敬 如果说是非常严格 人家说 那个道场说戒律严格 但是怎么样 没有人情 不同人情 你是很严格 做得很如法 实际上如法 也不见得如法 我们学佛学了这么久了 你真正懂得开车吃饭 那叫如法 不懂开车吃饭 照着自己意思 是一意孤行 不如法 这都是值得 我们要反省 要减点的 应该要怎么样改良 要是我的话 道场这么严格 我会带他到外面去吃 我请客请他 这个都是应该的 为什么呢 我希望别人这样对我 我就会这样对人 我不希望别人这么对我 我就不可以这样对别人 所以卸身处地 替人想 这是菩萨 处处为我想 为我道场想 为我家想 都是属于自私自利 这个要懂得了 修佛没有别的 学智慧 同学当中也可以如此 如果同学看到的时候 我们是同学 道场有没有 没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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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顾到的 我看到了 我们就有义务 照顾到 这个都是应该的 人没有别的 爱人 今年这个元旦 我写了一句字 给大家 共同来勉励 希望在今年 我们学到谦虚 谦卑 希望能学到 尊重别人 爱护别人 关怀别人 照顾别人 帮助别人 我们有没有做到 需要帮助的人 要帮助他 需要关怀的人 要关怀他 这个人行菩萨道 这个人是世间的善人 我没有看到这个事情 我看到这个事情 我不会说是不帮助的